這部黑色私家車看起來很有型 不過都沒用 警方懷疑他有份參加非法賽車 最終都被人拖走了 警方在星期日凌晨4點 收到報案說 西九龍走廊有人飛車 立即派人到場調查 並且展開追截 之後在尖沙序七行位 截到這部懷疑參與非法賽車的私家車 又向車上兩個男人問候 初步懷疑私家車經過非法改裝 予時拖走、扣賊 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